飞哥就感觉有东西压自个脑袋上 光了一下 于飞直接就昏迷了 直接就昏迷了 开铲车那小子一看行呢 顶子都压舌了 那这回差不多了吧 你就这个惯性顶子突然一舌 这玩意就这种力道压在身上 你能不能受了 你是血肉之躯的人 你不是他妈钢筋 你也不是大石头 你就是会大石头就这么急 你也能给你几岁啊 当着一下飞哥当着他妈晕过去了 哎 铲车司机当时一瞅 差不多了吧 啊 差不多了吧 哎 从车上当时一下来啊 来到于飞这跟前 一看于飞在这 就是一副昏死过去的样子了 那就这样 一看那司机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百分之八就实在给急死了 那别人 万一要死不了怎么着啊 万一要死不了怎么着啊 啥的 补他两枪啊 补两枪啊 补两枪 补两枪 行 补两枪 哎 你看 说给于飞补两枪 想打哪啊 哎 说打脑袋吧 打脑袋不行 为啥呀 上面那顶子下来了 给于飞的脑袋不护住了吗 现在就露个肩膀子 露个泪巴扇子 给这家伙事拿出来啊 朝着于飞的泪巴扇子上 来了一枪 又朝肩膀上 又来了一枪 就打于飞这两枪的时候啊 于飞基本上是连动弹都动弹不了 你要是人活着呢 或是短暂的昏迷就这么疼 当当这两枪就这么疼的情况下 你于飞是不是得反应反应 这胖胖 你得动了事 连动也没动 真他妈跟死人一样的 那脑袋上面全被板筋什么的压的 哎 又补两枪行了 这回差不多了啊 就他妈流血这也活活流死 走走走 赶紧走 赶紧走快 哎 你说赶紧走 开着三台铲车 哇哇 你就跑了 几十个人就给护着这台铲车 那飞哥这帮小兄弟 当时的人都他妈害怕死了 他们眼瞅着 给飞哥都压成那样了 朝着于飞身上 光光 又补了两枪 真他妈心疼啊 这几台铲车一走 那几十个小兄弟 哇就上来了 因为你铲车不当着了 能过来了 那几十个小兄弟 哇的一上了 飞哥 飞哥 哎 使劲往外抬 那个副教室啊 开门你基本上是已经开不开了 哎 基本上是开不开门的 你就使劲往外拉 使劲往外拽 拿脚丫子怼着 怎么四五个人拉不开这个门 车顶着上的板筋呢 三四个人上去 咔咔往外拽 就说啥也整不下来的 你眼瞅着啊 飞哥的吸火汁就躺一身呢 啊 躺一身呢 那司机在那也是 醒醒啊 醒醒 醒醒 思机当时哎 也醒不过来了 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必须找阿斯尔了 哎 有的时候吧 就是 你不麻烦阿斯尔还是真不行 阿斯尔最起码拿那大叶压钱 他把这儿给你锯一点 把那儿搅开一点 是不是 一点一点 咱把人赶紧掏出来 你要是再这么长啊 于飞如果说再有半个小时 或者是一个小时不得救 于飞都得愣着 光着一下 你就听着于飞那大嘴巴的嘎巴的一声 直接就弹在那儿了 马上找来的阿斯尔 阿斯尔拿这个大叶压钱 起来来来 把门子先锯掉 锯掉了以后 一看呢 飞哥这个腿 哎 被挤啥样了 你知道吗 啊 飞哥的腿吧 都被挤的变形了 哎 都他妈打摆子了都 一看腿露出来了 行 那接下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大家给顶子锯下来 啊 给顶子锯下来 拿个这么粗的 拿个这么粗的大盪管 在那儿支着 他还怕说锯的时候 他掉下来 给人再造成二次伤害 怎么办呢 对吧 那 给这顶子 撕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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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锯下来 哎 一点一点的 一点一点的 当时一看 操 你用血肉模糊来形容于飞的 一点也不会过了 那 赶紧的把人从车里边 这一拉出来 旁边吧 有个大夫 当时这一看 一摸 还有口气 赶紧的吧 给血书上 稍微的这一检查 身上有两个伤口 肩膀上一枪 这个地方一枪 没事 都没打送药 还在车上啊 给于飞把这小呼吸机 拔着一带上 放放面面的 说你看这一给整上 直接奔着医院里边就去了 在半道上的时候呢 于飞醒了一回 醒了一回 他就听着医生说了 就没事啊 没事 快到医院了 快到医院了 然后呢 啪着一闭眼睛 就昏死过去了 因为啥 可能是心里边也放心了 直到自个儿死不了了 对不对 直到自个儿死不了了 把这医院里边一来 一帮兄弟啊 在医院门口乌殃乌殃的 哎 说你看飞哥不能没了吧 飞哥不能 他们让人给打死吧 我说咱们怎么地的 咱们怎么地的 在这乌殃乌殃 人说了 相信医生 咱们比啥都强 是不是 于飞这边进去做着手术 有个兄弟就说了 不行了 不行了 飞哥现在这样 咱们已经是没有作战能力了 哎 张宏达呢 保是保不住他们 这个是 咱们把杖都得算到 那个他们彩虹身上 我得他妈收着他 我得拿捏他 咋的 给磊哥打电话吧 哎 有个哥们啊 就是挺聪明啊 直接就说了 快快快 赶紧给磊哥打电话 那赶紧给磊哥打电话 说完了这句话之后 你看 拿着电话 直接就打到那了 全豪实验 有限责任公司 哎 啪这边一拨过去嘛 那你看 清到二雷这一来 我告诉你的事就不简单了 你记得啊 二雷只要是一闪亮登场 你就记得这么一句话 哥 这个事就没完 这个事啊 就小不了 啊 眼镜呢 趴着一袋 喂 哎 小不了呀 雷哥 飞哥出事了 你赶紧上堂上来 咋的了 飞哥他们好选上人打死 咋的 肩膀上打了一枪 肚子上打了一枪 拿着那个铲车 哎 拿着那个铲车 他使劲挤飞哥那台灵智 好选在车里边给他们飞哥急死啊 大夫说了五脏六腑里边现在全有机械 啊 死是死不了 但是飞哥他们现在还昏迷着呢 聂磊听完了以后啊 一巴掌的嘴啊 我马上过去 啊 你等着我吧 雷哥 这是 好好看着你飞哥 啊 我马上过去 哎 哎 行 那行 电话啪的一溜 现在真正能跟聂磊促成一块的 现在真正能跟聂磊说往一块都是臭的 也只有于飞了 对吧 也只有于飞了 你别人呢 别人走不到念里的内心去 再就是小猴 对吧 就这俩朋友了 你给我打成这笔样 那肯定是不行 小倒三角眼当时这一立起来啊 啥叫好兄弟啊 啥叫好哥们啊 什么事你都得给想到头里 哎 你都得想到前面 现在没有什么是比于飞的安全更重要的了 是吧 于飞倒下了 他手底下那帮的兄弟们什么样 念里太知道了 我先得保证于飞不出事啊 对不对 别说我这边往唐山去了 我他妈没到唐山呢 要是再要上医院里边给你灰灰勺 怎么办呢 念里啊 当时寻思一寻思啊 想把电话打给三宝杨树宽 但是呢 和三宝也是属于不打不相识 两个人没有什么交情 就只是简单的一句 那以后走到山东找我 人家也是以后来唐山了你找我 没有那么大交情 哎 但是念里有个好朋友 跟他交情可好 谁呀 家带呀 代代以代代 哎对没有太多交集 你没办法指使人家说你给我派伯兄弟上医院里边看着余飞一见 你没法直接指使人家 但是说你看 阿代跟他关系好吧 对不对 哪回阿代喝了酒就华云集团老板唐山郎啊 三宝杨树宽 那咱好哥们 那咱好弟弟 有啥事到唐山了给我打电话 三宝都是接代 那 必须你得先找一下阿代 哎 你看啊 把电话 把电话趴在这边一拨过去 北京冬城 代哥呢 也没啥事 在家里边吧 就是溜的 哎 抱着人天吧 就是稀罕 拿着电话 趴这边一接 喂 哎 来来 干啥呢 没事 我这在家里边稀罕稀罕你大侄子 怎么的你说吧 说那个在唐山 咱有没有哥们 唐山那他妈还说啥呢 大叔二叔 那左红尾左红五 三宝杨树宽那都是咱好弟弟 都是咱好哥们 你没吹牛逼吧 不是你哈孙 我什么时候跟你吹过牛逼 兄弟 你带哥我什么时候跟你吹过牛逼 那你要给三宝杨打电话 好使吗 你就说怎么地了吧 我飞哥于飞 在唐山上人给打烂 打得他们挺厉害 现在人还昏迷着呢 五脏六腑都有雨血 脑子里边现在可能也有雨血 正在抢救正在昏迷 他身边这帮兄弟麻爪了 我害怕 你看有人上医院里边去给他挥勺 你能不能给三宝打电话 让三宝拍拨兄弟 上医院里边看着雨飞点 我就这一个要求 然后我马上这边开车 我奔着唐山开始去 没问题 这都是小事 那这么的 要不然我也去吧 你也去啊 我这在北京呢 我到唐山就一段 我帮你把事啥的处理处理 我帮你把事啥的办一办呗 那行 那咱俩一块往那边走 那行了 那谢谢了啊 你跟我客气个鸡吧 也行了行了 没事啊 我给这个三宝打电话 去了以后啊 我介绍三宝给你认识啊 好嘞 三宝现在可就逼了 三宝啊 现在说身价几十个目标的大老板了 去了以后 我给你介绍介绍 我知道 我跟三宝不来过一回吗 你出来摆的事 我俩之间没啥交集 我也不好意思说明日给他打电话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的情况下 那是比较有力度的 那个行 行 好嘞 给电话呀 趴着一撂下 撂下了这电话之后 你看啊 假带 把电话就打给谁了 把电话就打给三宝了 哎 3 baby 是吧 三四不是3啊 1 2 3 哎 3 哎 三宝 宝不就是baby吗 宝贝吗 哎 3 baby 当时就打给3 baby了 拿着电话扒着一拨过去啊 那可以说 华云集团的老板 3 baby 那还说啥了 老天 啊 太有钱了 太招摇了 那在唐山现在呀 哎 拿着电话一接啊 喂 三宝啊 我是你代哥 代哥 你好代哥 怎么事代哥你说 说那个啊 我之前呢 总给你提的那个好哥们 青岛的聂磊 啊 青岛聂磊 咱们的你说 这个聂磊啊 所以你看 他有个好哥们啊 在唐山这出点事 现在在这个唐山住院的 你给拍拨兄弟过去 给守着点吧 我这边马上去啊 我帮着我哥们 啥得把事情办一办 没毛病啊 我亲自去呗 你不用亲自去 你这段位那都啥样了 你亲自去 人家守着没必要 你多给整点兄弟 让他们知道 都是你三宝的人 我估摸着呀 就没人敢上医院里边 给他回勺去了 那 行 那我知道了 还有别的要求吗 然后那个聂磊到了以后 我也给你介绍介绍 现在在青岛 现在在山东是这个了 那相当牛逼了 那 好嘞 我就愿意交朋友 是你说的那聂磊吧 就是聂磊 聂磊咋不亲自给我打电话呢 你俩之间不是有点冲突吗 那几年前你俩不干过一回吗 他老感觉不好意思 嗨 把电话打给我了 嗨 我这 这这事 说你看着 给于飞打啥样啊 给于飞揍的呀 给于飞打的挺厉害 身上破的啥的全是口子 哥们呢 听故事辛苦了 我接着讲述 咱们没有讲完的江湖往事 当时呢 聂磊把电话呢 打给了家带 那意思说啥呀 我跟三宝这个人呢 没什么交集 没什么这个 这个深交 我还怕说 给他打电话的情况下 他能 他不帮我办 哎 回头吧 我这基本尴尬了 是不是 我知道三宝这个人是痛快 可交醒的呀 他还就说 你看聂磊有事了吧 你他妈找着我了吧 怎么那么的的 哎 他得拿捏我一道 那么犯不上 所以说把电话就打给家带 家带当时把电话打给三宝了以后 人三宝直接就说了 那没问题啊 这聂磊给我打电话就完了呗 嗨 说聂磊这个人呐 好面 是不是 没办法说直接给你打电话 这不通过我了吗 把电话这一撂 人三宝就说了 擦着精神那些没有用的 三宝拿着电话主动打给聂磊了 我告诉你兄弟们啊 越是到达那个层次的人 人家越是有格局 人家越是能容 越是能容忍 人家越不小都鸡肠 人家越不斤斤计较 反倒是说像底下这种小大哥 哎 没他妈兜里边没有几个钢蹦 也没有多少兄弟 混不到那个段位 他就斤斤计较 人三宝吧 直接把电话打给聂磊了 聂磊这边刚刚一上车 就接着三宝的电话了 拿着电话这边 你看说啪啪的一接上 喂 你好哪位 兄弟是念磊吧 我是念磊 你是 我是唐山的这个三宝杨树宽 three baby 你好三哥 你好你好你好 嗨 我刚才听代哥给我打电话 说怎么的 咱有个哥们在唐山出事了 是吧 是有这么个事 那给我打电话呀 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还通过阿代干啥 咱这整些没有用的 有啥事 有个上唐山来 你就给我打电话就行 咱俩之前是闹过别扭 咱俩之前是闹过矛盾 但是我三宝这个人呢 往往是一个兔沫 我一个丁 我就说了以后来到唐山 我召你 我说出去这句话 我就指定能办到他 说你看看 你那个哥们电话 你给我一下子 然后在哪住院呢 我亲自过去一趟 三哥 你没必要说亲自过去 你给争点兄弟就行 那不行 你捏蕾的好哥们儿 又是夹带亲自给我打电话 我必须拿当回事 我他妈这不露面 算咋回事啊 他可能就在这个 古野区的中心医院住院 就在古野住院的是吧 行叫啥 于飞 好嘞 你别管了 你往这边来着 然后告戴哥也别着急 我这边 我去守着他点 我去陪陪床 你放心 只要是我三宝 往这一站 谁都他妈不敢诈车 你过来吧 我等着你兄弟 那就谢谢三哥了 没事 哎 拿着给这电话呀 趴着一撂下 所以你看 撂下电话之后呢 三宝 直接整着 一个大棒兄弟 给他们五六十人啊 开着装甲车 直接奔着古野 那医院里边就去了 把这个大装甲车吧 往医院楼道里边 往医院 哎 停到这个医院当院的里边 从车里一下来 基本上十个人里边 有八个人都得叫一声三哥 你说他够不够断的 哎 别管是玩黑的 别管是玩白的 基本上见着三宝 都得叫一声三哥 啊 后边几个司机给夹包 三哥一下来 基本上就是哎 哎 哎哎 兄弟们兄弟们啊 兄弟们你好你好 哎 直接奔着楼上就就去了 来到于飞住院的这个楼层 发现有三十来号老弟在这看着 一看来了四五十人 于飞手底下的兄弟吧 就下意识的就要套家务事 三宝当时往前这一上 兄弟们啊 兄弟们兄弟们 那个别误会啊 我是这个你们雷哥 你雷的好兄弟 我叫三宝啊 说你们飞哥现在怎么样啊 这一看是自个人呢 哎 有个挺机灵点小伙子 往外面一来就说了 三哥你好啊 飞哥的情况啊 不太乐观 咋的呢 说这个五脏六腑里的鱼血吧 这都好往外嫩 哎 关键是脑子里边 有指甲盖大小的这么一块鱼血 我好往外嫩 现在呀专家正在想办法 我飞哥呢 现在还处于说昏迷阶段 哎呦 还处于昏迷阶段 那你看着 等等吧 我觉得飞哥福达命大 应该是没事 谁打的你们呢 好 叫他妈彩虹 谁 彩虹 正彩虹呗 干五柳那小子是他吗 是他 他他妈 我就觉得这小子这两年 他们蹦的有点欢 啊 别着急 等你里哥到了 我先他妈给这个彩虹打电话去 我看他想咋的 哎 我让他自个心里边有点数 啊 你们得让好好看的啊 三宝当时啊 下楼往车里边就打电话去了 哎 拿着电话啊 趴着一拨过去 彩虹这小子不好动 不是说你看他这个三宝不敢动他 也不是说三宝怕他 哎 属于说是那种井水不犯河水的那种人 啊 跟这个彩虹 三宝啊 当时把电话拨过去了 因为啥呀 三宝在唐山横着走 彩虹绝对是给个面 那就证明啥呀 我彩虹想干点啥 你三宝也不能管 要不然的情况下 咱俩就得查一讲 啊 拿着这个电话呀 当时啪就拨过去了 那小子彩虹不腌在医院里边住院的吗 他妈崩腿上了 哎 一听说给于飞整死了 他心里边高兴啊 拿着电话趴着一接上啊 人是在那 在大医院里边 哎 在唐山市医院里边啊 拿着电话这边一接上 喂 彩虹啊 三哥 你好三哥 那咋的了 我听说 干起来了 可不他妈干起来了呗 臭他妈 给我他妈整个院里边来了 朝我腿上打两枪 那 因为啥呀 因为啥 还不就是因为他妈矿上的事呢 臭 姓郑的 姓那个啥的那小子 那妈的 这个叫张宏达呀 那小子 不用我的物流 我这他妈挺生气 我招着兄弟我雄用他 从他们山东找了一帮社会要干我 我他妈给轻敌了 直接崩我两枪 行了 好在我给那小子整死了 那 彩虹啊 这个消息我告诉你 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啊 你长死的那个人呢 他没死 现在昏迷了呢 一帮医生呢 在这严育上抢救的 啊 所以你看再一个 人家这边呢 找到我了 我没合计是你出的这个事 那 所以你看彩虹啊 你的面子我得给 这些年的在道上混着 你也挺尊敬吧 你这么的吧 你给人拿了钱 一会等那边摆事的来了以后呢 你给人道过歉 那 咱这个事也就算是过去了 咱这个事也算是拉倒了 行不行 据我所了解 据我所了解啊 人他妈在山东挺大 人带了一百来号兄弟 而且呢 我的好哥哥家带 从北京这也赶过来了 过来摆鱼肥这个事 你说你是不是惹楼子了 你说你是不是惹麻烦了 就这个事啊 你如果说不按照我说的办 家带这边找白道得拿过你 念脸这边就得拔你 你现在还在医院里边住着医院 咱可别说鸡巴到时候挺好个事 哎 给整的下不来台 给整的谁也说收不了手 哎呀 三哥 我听你话的意思 咋的 啊 这想踩我一脚啊 这想趁我病要我命啊 是吧 我可没这意思啊 我是给你提个醒 咱呢 谁也不傻 什么事呢 咱多留个心眼 别到最后啊 真给这个折腾的收不了场 啊 回头啊 你就下回来台了 轻则呢 让人整残废你 重则 就基本给你打销户了 找地方一扔 往山上给你一埋 你不就下背的见了 反正我把话提前说给你了啊 还是那句话 这些年你挺顺忠啊 我不欺负你 但是什么事咱俩商量的来 我现在给你打电话 是这种态度 等夹带来了 等涅磊来了 我再给你打电话 我就是熊你的态度了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咱就先这样 来 三哥 拿钱的话 你打算让我赔多少钱呢 这事你怎么的也得准备三百 多少钱 你怎么的也得准备三百 不可能 操 绝对不可能 三哥 没你这么欺负人的 反正电话呢 我打给你了 人嘛 终归得有个立场 是帮着第一打第二也好 是相亲不相礼也好 到时候啊 我希望你能够多多理解啊 我还是那句话 提前给你打好招呼了 等夹带 等涅磊来了 再给你打电话 我就不是这个态度了啊 三哥 行 那咱就走着瞧 反正 我他妈光脚的 不怕穿鞋呢 行 就看着办吧 那 给电话啪着一令 三宝是个什么人呢 先礼后兵 哎 这些年你挺尊重啊 在道上 是不是 我给你点面 如果说你按照我说的做 给人道歉 给人拿钱 让人砍你几刀 好好出出气 你能保住这条命 因为他太知道聂磊的手段了 他和聂磊交过手啊 聂磊是个什么人呢 喋喋不休 哎 只要一黏上你 只要一赞上你 你肯定没好 那家代他更了解了 摆到背景 大的吓人 人完全可以说一个电话 把你的买卖封了啊 或者是给你整点什么不愉快了 你何必啊 把脸放下 哎 把这个面子给他放下来 把这个脸给他拉下来 你能保住命 你真给这俩人整齐了 那是家代和聂磊 俩人一块来的 对吧 你但凡要是有一方下不来台 另一方算上我都得帮着打你 不合适 那 说完事之后呢 那你看 三宝这边就上楼了 哎 可以说给他妈的这个谁啊 给这个小子 给这个彩虹啊 像不像不 彩虹撂完电话之后 你看啊 人心里边也琢磨 哎 这他们要是真来了 咋整呢 啊 连道歉 带他妈那个啥 带那个 哎 那我不整的就太没面子了 你看这小子啊 也有招 这小子也有关系 他把电话打给谁了 他把电话呀 打给了唐山的小士士 哎 富士 把电话打给富士了 他和富士乖贼好 为啥呀 就这个彩虹他媳妇吧 和富士他媳妇 两人是同学 哎 这些年呢 说你看彩虹是混社会也好 是做生意也好 挣着钱 没少孝敬这个富士 那 把电话呀 当时就打给他了 你三宝再牛逼 再说实话 你在唐山 你敢不给说富大大面子吗 啊 你不得给富总面子吗 这个事我让富总给我解决 实在不行 我就少拿点钱呗 我就不道歉了 对不对 咱怎么的到最后 本着把事也得解决了啊 拿着电话呀 打给富大大了 哎 这边电话 你看趴着一波过去啊 富大大呢 姓牛 哎 牛 牛富大大 当时拿着电话 这边一接 直接打到私人的这个账户上 电话趴着一接 喂 哎 牛总 我是这个彩虹啊 哎 老弟 老弟你好 老弟 说这个怎么了 有事啊 说这个 有点事 有点事 有事你说来 老弟 有事你说 说这个 三宝啊 想踩我一脚 想捏糊我一下 然后呢 我希望说通过你啊 跟三宝这边沟通一下 是不是 不要欺负我了 那个 我也让人给打了 现在在医院里边住院的 那也是因为矿上的事 你看看 这边大概需要多少钱的出场费 然后我给到你 三人要收拾你啊 三宝又捏过你是吧 行 你这么的 我给三宝说一声 他那个外地来的还有人 北京也来人了 是山东也来人了 要干我 是吧 反正那个三宝啊 刚才给我打电话 一顿吓唬我 说要消糊了我 要怎么地的 给我整 他妈心里边挺别扭的 那 是你看看 能不能帮着给摔摔 没问题 那销户了你那是吹牛逼 在唐山这个地方 他只要是销了你的户 你放心啊 我马上就他们严导 我就收拾三宝 那个 那就太感谢你了 那就太感谢你了 说那个 你这么对吧 你多了 你也不用给我拿 你给我拿五十万块钱得了 最近呢 你扫的乡中台车 我打算 我给他买台车台 是那个 行 行行行 那买台车不是问题 行 五十万我这边准备 完事你给三宝打电话 那好嘞 电话趴着一溜 牛腹大大 当时琢磨就啥 今天先别打 你等明天呗 那你看 聂磊 家带 已经来了 来到这个医院里边以后 聂磊 见着三宝 直接就 三哥 辛苦了 我看你这意思是一宿没睡啊 没事兄弟 哎 我这熬夜啥的都习惯了 那这边你看 夹带倒是一过来 三啊 辛苦了啊 不辛苦 都是一家人 这说啥呀 那 我联系上那个谁了 我联系上那个彩虹了 我告诉他了 我代哥来了 我聂磊兄弟也来了 我让他自个看着办 那 那行 你怎么说呢 赔钱呗 搂他呗 那能咋的 那 行 飞哥怎么样啊 情况不太好 还在里边昏迷的呢 那 大夫说了 今天 今天一天的时间 能醒也就醒了 醒不了的 情况下 你这个玩意 咱说实话 谁敢开炉啊 哎 雨血吧 就指甲盖那么大点 这要是一开开炉 整部对付 碰着血管 那直接就是个大出血 哎 炉内只要一出血 当时这人就是肺 当时吧 这个人就是个霉 那 说完了以后 聂磊是打气 日本心疼了 来到这个病房门口 看着于飞浑身上下 插的全是管的